今天才发现原来钥匙断到锁心里面以后 用个电线就可以快速的把这个断掉的钥匙给它拔出来 这个方法呢简单又好用 无论是家里的柜门上面的锁或者是挂锁 再或者是仿道门上面的锁都可以用这个方法 钥匙断到锁心里面以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断的比较深 一点也不露头是凹下去的 如果用个针我们往外拨的话 根本也步不动也步不出来卡不住 然后用个镊子呢 要把它夹出来的时候呢 也是夹不住的 因为啊这个太深了 很多人弄出来这个断掉钥匙都非常的头疼 假如家里的防荡门钥匙断到里面了 找个维修师傅啊 给你开个锁最少200块钱 那么怎么办呢 其实啊不用花这个钱 自己啊也可以轻松解决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呢解决方法呢 我们就是用一个电线 然后呢 用钳子给它先剥出外皮 拨出来之后 然后呢我们给它先分开 这个线太多 我们用不了这么多 拨出来一半就可以了 然后呢给它拧一下 接下来呢 再需要用到一个焊一丝 我们给它焊一下 就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 在这个断掉的钥匙上面 我们给它来点焊锡 就这样焊上焊锡以后 接下来我们把这个电线给它放上 我们来看 把它焊上以后就这样的 然后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钥匙给它拔出来了 我们来测试一下 你看这样一把就出来了 是不是 很轻松是不是 一拽就出来了 这方法是不是非常的好用 是不是 所以说家里的钥匙如果断的比较深 无论怎么剥怎么弄也弄不出来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用个电线 快速的把它给取出来了 怎么样呢 这个方法是不是非常的简单 又实用啊 好了 视频感谢大家观看